大家好,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,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,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,创作不易,感谢大家支持。 一代枭雄努尔哈赤,对于这个人的评价众说纷纭,有些人说,他代表了先进的、进步的势力,冲击了腐败的明朝,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云云。 也有人说,他让中国从先进文明变成落后的封建国家。 万历46年,诺尔哈赤以七大恨为由正式宣誓,朝廷不公,无意已决,精髓,必争大明。 同年冬季,诺尔哈赤在萨尔虎之战中击溃杨昊统领的九万明军,此后,大明全面转入首饰,直至亡国。 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,整整65年的明清战争,为何明军除了萨尔虎镇之外,全部都在打防守战,直至被蚕食进最后一寸领土,也再未发起过一次大规模的反攻战役。 面对入关前最多15万的满八旗,是谁丢了大明? 有人说,是崇祯,是宦官,亦或是东陵党。 可个人认为,静难之意后,大明就亡了,不是已经亡国了,是注定过不了三百年大限了,而且一定是亡于外患。 为什么这么讲? 朱元璋制定的国策动摇了,由分封制改进而来的明代翻封制度变制了,也因此名存实亡了。 明朝建立者朱元璋,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皇帝,也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。 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,他对政治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。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,对子孙进行了分封,从而形成了宗藩制度。 宗藩制度是明代政治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,它对明朝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 国策,就像高楼的地基,它的倾斜会使得整个政权随着政治年份的增长越发倾斜,直至全面坍塌。 国策不正,则齐国必不能长存于世。 许多人说朱元璋分封子寺为藩王,是小农出身的眼界所现,开历史的倒车。 其实,是他们对明王朝,翻封制度了解并不深刻。 朱元璋是充分借鉴了唐、宋,两个截然相反的政权历史,创立的明代翻封制度。 他在试图寻找攘外与安内的平衡点,建立一个远超三百年大线的王朝。 唐代的翻阵制度,对外有极强的扩张能力,攘外没有问题,可最终却亡于翻阵了。 宋代与世代夫共天下,安内没有问题,却又自费武功亡于外患。 而若能从唐宋制度中取其精华,将攘外与安内并举。 那样的王朝一定是一个长治久安的王朝。 朱元璋构筑了九边重镇的防御体系,利用边菜藩王阔土的积极性,来抵御并蚕北方的游牧民族。 类似于周王室的尊王攘夷分封制。 不同的是,赛王受到诸多约束,明朝初期,翻封制度对于抵御北渊残余势力起到了不错的作用。 而且,赛王始终处于可控制范围,达成了攘外与安内并举的效果。 明初,藩王有较大的军权却没有国土,也不能轻易干涉政势。 而周朝与汉朝初期的王都是在封国享有军政大权的。 因此,哪怕是建文帝削藩之时,也没有爆发汗出七王之乱那样的大动乱。 禁难之意中,朱棣是如此的势单立功。 建文帝如果处理得能够得当那么一点点,朱棣就不可能成功禁难。 可作用天下的建文帝偏偏就是能输给燕王朱棣。 黄正森狠狠狠地戏耍了朱元璋,让他的一切努力付主东流。 朱棣本人就是一个藩王好表率,因此对于藩王他是一点点权力都不能给了。 他选择了用丰厚的俸禄,白养藩王。 潜在含义就是只要你不闹事,随便享受。 翻封制度中,让外的功能完全屏息一空,而灭亡明朝的也只能是外患了。 青王米五万弹,沙两万五千罐,锦四十匹,宁丝三百匹,沙罗各百匹,捐五百匹。 上面这长长的一列就是亲王享受的待遇,仅仅是钱币就有两万五千罐。 而侧封的亲王有整整六十五位之多,他们世袭网替而不是生产,直至名末还有三十四位。 亲王之外,还有近千位郡王和多不胜数的镇国将军,府国将军,奉国将军。 他们养尊处优而不能治理国家,都可以理解为饮民血食鸣肉的寄生虫。 2001年湖北出土的梁庄王墓展示了亲王的富有。 墓中陪葬品有金器、玉器、瓷器五千三百多件,宝石七百多颗,富可敌国的就是亲王的真实写照。 梁庄王也只是在位不足一年的名人宗第九子,他的身份、地位在亲王之中并不突出,因此尚未出土的亲王墓中极有可能有比他更丰厚的陪葬品,由此身价的亲王不在少数。 他们为何能够复可敌国,朝廷能给出这样的赏赐吗? 明朝的国库又为何年年吃紧呢? 有人说东陵党不交伤税,这是一个原因,但根源在于整个明王朝,养不起人数繁多的统治阶层了。 宋朝复述明文天下,可侍大夫阶层还能将他吃得明辨不断,而明朝除了侍大夫又来了一个新生的统治群体,他们世袭网替不断繁衍,到了明中晚期,多了十几万超级VIP,也就是皇亲国戚、朱氏子孙,以及他们的各种附庸者。 翻封制度的确立是花了大价钱的,可静难之矣,它就失去了掌外的作用,成了伟大不掉的烂工程。 明朝一由康庄大道转进了死胡同,一个国度产生的财富始终是有限的,这注定了统治阶级的数量也是有限的。 超过了负荷,百姓就要用血汗补偿。 明朝的总产值大值是固定的,吃白时的皇族却世袭网替,不断繁衍,超载只是时间问题。 因此,我认为明朝早就亡了,是注定要亡了,而这个时间点是由皇族繁衍速度所决定的。 藩王吃白时就是不管事,让外的积极性没了保障,单单是安内的那一套留了下来,又注定了明朝会像宋朝一样亡于外患。 朱元璋的意图是由自己的儿子们和朱家后辈们掌握军事大权,作为朝廷的支柱可镇压一切异己力量。 事实证明,在制定皇位的敌张子继承之同时,又实行分封的宗藩制度,给予朱侯王军事、经济等特权,大力培植和加强朱王的军事政治力量,这个是一项自相矛盾的政策。 由朱元璋亲自制定的明代立储、封王、赡养全部朱氏皇族宗室的做法,不仅整个明代都在财政和民政上成为朝廷的重大负担,而且实际上造成了对皇位继承和行使皇权的极大威胁,一度成为全国性大动乱的源头。 另外,明代的宗藩制度对皇位继承有辅助和补充的作用,为皇帝无子嗣情况下,选立储君提供了依据。 同时,宗藩制度又与皇位继承相互矛盾,在宗藩制度下,势力强大的藩王们都不满足于现有的地位而觊觎皇位,这对于皇位按着有敌力敌、无敌力长的祭祀规则的顺利继承,构成了很大的威胁。 而敌张子继承皇位,制度本身也存在弊端,他虽然减少了皇位争夺的斗争,但也容易造成既定储君的安逸而不思进取。 同时,有些敌张子虽被立为储君,却无治国方略,缺少个人才干,甚至在即位后荒废朝政,造成了朝政的混乱。